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事后好用至能的歌声来补贴家用 但是香港社会还比较保守 歌舞厅唱歌的小歌女让人瞧不起 随梅艳芳去上学时 同学父母都说她是个小不正经 要求自己的孩子离她远一点 梅艳芳在学校被孤立了好多年 到1976年时 13岁的她因为老师晚上演出白天上学 上课总打瞌睡 被老师教训 同学嘲笑多次之后干脆退了学 母亲觉得女儿还小 就给她请了个小老师 演出之余在家授课 但梅艳芳在歌舞厅 见过了大人的世界后 无心学习 竟很快跟这位小老师恋爱了 此时被母亲察觉 立即将小老师扫地出门 梅艳芳的初恋刚刚发芽 就被斩断 内心苦闷无处发泄 只能听邓丽君 徐晓凤的歌 抚慰情商 1982年 19岁的梅艳芳 出落得更加动然 姐姐梅艳芳拉她一起 参加香港第一届新秀歌唱大赛 没想到 比赛的结果 却令人十分意外 本来是姐姐梅艳芳 拉梅艳芳参加比赛 谁料姐姐在第三轮就被淘汰了 而梅艳芳 却因一首《风》的季节 夺得冠军 顺利签约华星唱片 成了职业歌手 看姐姐诚信而来 败信而归 很失落 梅艳芳反过来拉着她 一起进了娱乐圈 几个月后 梅艳芳被公司打造成 蒋庆龙组成的香港小虎队 合出了一张拼盘专辑《星寨》 其中主打歌《星寨》 获得了香港电台中文金曲榜冠军 梅艳芳也凭此专辑 获得了IFPI香港唱片年会新人奖 第二年 梅艳芳便推出唱片《赤色梅艳芳》 这张专辑凝聚了黄瞻 李小田等著名音乐人的心血 加上刘培基设计的新形象助攻 一举获得了百五金销量 其中由山口百惠歌曲改编的 赤的疑惑 以及另一首歌《交出我的心》 大受好评 一举获得十大竞歌金曲 二十岁的梅艳芳一炮而红 1984年 二十一岁的梅艳芳唱而优则演 与苗乔伟合作电视剧《湘江花月夜》 在剧中饰演一对痴情恋人 当时 二十六岁的苗乔伟 跟刚相恋两年的《七美真》分了手 在剧中和梅艳芳饰演《恋人》后 点人竞假戏真作 成了现实中的真情侣 然而 梅艳芳没想到 苗乔伟跟她热练了一阵之后 竟然干了一件 令人大叠眼镜的事 苗乔伟又偷偷回去找《七美真》 说服《七美真》与她复合后 她就赶紧找了个理由 与梅艳芳闪电分手 梅艳芳无端被甩 毫不示弱 很快也恋上了 与她同龄的富二代邹世龙 并带她进娱乐圈发展 谁知邹世龙进圈后 就开始觊觎 正在和汤震燕冷战的翁美玲 此年 梅艳芳又推出唱片《四水流年》 在刘培基打造下 她帅气短发 穿西装的造型 让人眼前一亮 主打歌《四水流年》 也获得了十大竞歌金曲 还是这一年 梅艳芳与张国荣 张曼玉合作的电影《缘分》上映 她凭借饰演的女二号安妮 在22岁的年纪 一举夺得金像奖 最佳女配角 可谁承想 梅艳芳在影视歌全面开花 事业扶摇直上之时 却又遇感情背叛 宗世龙频繁对翁美玲 暗送秋波 但26岁的翁美玲不为所动 一心纠结前男友 汤震叶的花边绯闻 一气之下 竟在家中开煤气自杀 宗世龙知道后 第一时间抱着翁美玲去医院 梅艳芳后知后觉 这才知道自己又被绿了 为此在家哭了三天 梅艳芳再次遭遇渣男 突然发现还是工作靠得住 就一心做起了事业 这一年 梅艳芳在宏馆举行了 一连十五场的首次个人演唱会 打破了香港歌手 首次歌唱的场书记录 这一年 梅艳芳推出的唱片《坏女孩》 累计销量达72万张 打破了香港地区 个人唱片的销量记录 获得了IFPI全年最佳销量奖 还是这一年 梅艳芳带着唱片《坏女孩》 去日本做宣传 与日本当红偶像 静腾真艳相识 两人互有好感 印象深刻 1986年 22岁的静腾真艳 到香港开演唱会 梅艳芳亲自去现场支持 之后两人就在酒会上相遇 静腾真艳隐瞒自己 有女友钟森明菜的事实 约梅艳芳跳舞 两人一吻定情 然而很快 梅艳芳就知道了 钟森明菜的存在 很是痛苦 她向好友刘培基诉苦 我真的很爱静腾 现在该怎么办好呢 刘培基说 人只能活一次 你就自私一次吧 梅艳芳听了刘培基的话 立马飞到日本 买了一个小房子 方便两人做爱做的事 静腾真艳一看梅艳芳又回来了 就对她说 我跟钟森明菜的感情 名存实亡 很快就会分手 你要不信 我现在就带你去见我的母亲 梅艳芳见过静腾母亲 更是死心塌地地跟着她 还在静腾不在家时 蹲在地上帮忙刷厕所 等爱郎回家 童年年底 梅艳芳又推出风格强烈的唱片《妖女》 这张专辑中 她在刘培基的打造下 又摇身一变 变成了画风妖艳的阿拉伯女郎 专辑中的将冰山劈开 爱将 分别获得十大竞歌金曲 十大中文歌曲 23岁的梅艳芳 也因此获得十大竞歌金曲 最受欢迎女歌星奖 一年后 她发现静腾真艳 根本没和钟森明菜分手 经过一番挣扎 豪放的她雷厉风行 很干脆地斩断了这段异国恋 1988年 梅艳芳与张国荣合作 出演观景鹏导演的电影《燕之寇》 这部由李璧华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一上映 立马好评如潮 轰动一时 25岁的梅艳芳 凭借首次做女主角饰演的《如花》 便一举拿下了金像 金马 金龙及亚太影展 饲料影后 成为一时佳话 由她演唱的电影主题曲《燕之寇》 也获得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奖 这一年 梅艳芳又推出《烈焰红唇》 四伙探个两张专辑 并在香港红馆连开28场演唱会 她因造型夸张 服装多变 被媒体称为百变天后 1989年 梅艳芳出演《英雄本色3》 《夕阳之歌》 富贵兵团后 与刘德华 现前合作的电影《穿导方子》上映 这时 刘德华和梅艳芳传出了绯闻 梅艳芳本就视刘德华为梦中情人 合作后 更是非常欣赏刘德华 刘德华一去 不喜欢她去夜店 她就再没去过 还在公开场合表示 希望未来的丈夫能像她 可惜那时 刘德华已与朱丽倩 密恋三年 1997年 34岁的梅艳芳 与黎明 吴千莲主演由 许安华执导的电影《半生源》 凭借顾曼璐一角 她获得了金像 金子金奖 双料最佳女配角 这一年 她又一连推出了 粤语专辑 《镜花水月》 与国语专辑《女人花》 其中的《女人花》 和一生爱你千百回 红极一时 至今仍广为传唱 1998年 33岁的梅艳芳 继曲小凤 邓丽君等知名艺人后 获得香港乐坛最高奖 金真奖 成为历届金真奖 获得者中最年轻的歌手 就在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 等待她的 却是一场晴天霹雳 1999年 患宫颈癌的姐姐梅艳芳 病情加重 医生怀疑这与家族遗传有关 建议梅艳芳也去查一查 没想到一查发现 她也真的子宫斩了瘤 不过医生说她病症很轻 只要摘出子宫 就基本无大碍 但是梅艳芳一心想结婚生子 所以坚决不摘子宫 采取保守治疗 2000年 41岁的姐姐梅艳芳 因宫颈癌离世 梅艳芳十分悲痛 但自己仍继续选择保守治疗 4年 38岁的梅艳芳 当选香港演艺人协会 第五届会长 以至首任女会长 成为香港演艺界 名副其实的大姐大 同年 她在电影《钟无厌》中 将昏庸好色的齐宣王 演得出神入化 并凭此片 获得《明报周刊》 演艺动力大奖的 最突出女演员奖 林艳芳为人豪爽仗义 2002年时 还作为香港演艺人协会会长 组织香港演艺人士 为陈宝连遗体偷拍事件 和刘嘉玲裸照事件 上街抗议 声讨无良媒体 同年 她与张学友合作 在玄华导演的《男人四十》中 饰演家庭主妇陈文进 并凭借这一角色 获得长春电影节影后 这一年 梅艳芳为纪念入行二十周年 推出专辑Wiz 并举行了世界巡回演唱会 恰好内地也被解封 她被获准在上海开唱 2003年 《非典肆虐》 梅艳芳对外界隐瞒 自己患癌的消息 经历联络各界人士 组织演艺界明星权力发起 茁壮行动 和一笔九九慈善音乐会 最终 慈善宴筹的善款2300万元 40岁的梅艳芳 也因此获得由香港电台 几名报合班的 抗萨子杰出奖 不料就在这时 一个噩耗从天而降 2003年4月1日 47岁的张国荣 因抑郁症跳楼自杀 整个华人社会都震惊了 梅艳芳作为张国荣的挚友 更是备受打击 心痛到无法呼吸 之后梅艳芳的病情 就突然恶化 两个月后 梅艳芳开始化疗 她召开记者会 对外界首次公布自己患癌 并说 我得了子宫癌症 但她是良性的 我相信一定能治好 当场歌迷痛哭不已 久久不肯离去 这时 梅艳芳的母亲却打来电话 跟身心都处于低骨气的梅艳芳 要一笔磅身钱 同年11月 梅艳芳再次出现在 红馆的舞台上 举办了人生最后一场 梅艳芳经典金曲演唱会 她穿着好友 刘培基设计的婚纱说 我曾经有数次穿婚纱的机会 但是自己错过了 现在 我将自己嫁给了音乐 嫁给了你们 为了防止恭敬出血 她穿着纸尿裤 抢打着精神演唱 孤身走我路和歌之女 唱着唱着 忽然热泪滚滚 她说 其实嫁人 就要嫁刘德华 大庭广众之下 台下的刘德华 终于忍不住 冲上舞台 将梅艳芳紧紧抱入怀中 饶是七尺男儿 都忍不住 泪如雨下 2003年12月30日 2点50分 梅艳芳在香港养合医院病逝 年仅40岁 葬礼期间 香港各大媒体 纷纷以别了香港的女儿为题 刊登复文 不久之后 42岁的刘德华 也开演唱会 她在现场唱领手 来声援 歌词是她自己写的 唱到最后 刘德华跪地痛哭 台下歌迷大受感动 舞步陪着撒泪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还想看谁的故事呢 记得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别忘了动动手指 点击订阅 点赞分享哦 我们下期更精彩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